主席 這個很剛好 因為我們今天讀那個什麼 任人經啊 剛好到那這樣 這份是我本來就準備 這次我們要上的 所以今天中午 該出了一個講一下 那我們這個是 那個什麼 正是從我們現在開始 隨即以後 我們就是要這樣來修 就等於就是說我們從 我們原本這樣子 要一個概念 要一個概念 我們原本 原本這樣子 我們從外面 什麼 辭災啊 索階啊 從這邊修進來 現在我們每天都懺悔 現在就是從這邊 你要找到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真心啊 你找到你的真心啊 那個這些啊 這些的所到 你就是通通都是怎麼樣 通通都是回歸到那個真如本性 那麼這個 這個修這個清淨行 這個 第一個 本來啊 本來這個是在那個菩薩行裡面啊 好菩薩行裡面所 所修的一個 一個 那個功課啦 那麼這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就是那個 佛喔 佛在那個西米山啊 佛到西米山那邊去 收法的時候啊 他 他在 生到西米山喔 到那邊要 要收法的時候呢 那個 那個怎麼講 就是 十方善事的諸佛菩薩 多到那個 多到那個法會的會場 那 那個 那個時候就佛 那個什麼 有一個代表的菩薩 那個代表的菩薩 就是法會菩薩 那佛就給他 十方諸佛 就給這個法會菩薩 灌點加持 一灌點加持下去 就開始 說法了 所以 這是法會菩薩在 那個什麼 法會菩薩在對 那個十方善事諸佛菩薩 什麼 一切眾生 所說的一個 一個法 那這個 在那個當下 就是有一個正念天使 他就問這個法會菩薩 說什麼叫做 那個 犯行清淨 犯行清淨 那這犯行清淨 大家看的資料 就是說 所謂犯行 就是 生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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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佛法 生 戒 等 你 按照這樣去觀照 那個就是犯行 這個觀照 大家 對這個觀照這個意思 因為沒有 沒有文字可以來 那個 禪數 禪數 比較恰當 所以就用觀照 但是 我們 以我們的那個 那個 立場來看待這個觀照 你就要去思索 這個道理 就思索這個道理 好啊 啊這個 生 就是五韻換生 我們這五韻換生 是因為什麼而起啊 因為 那個 什麼 貪愛啊 跟無名而起啊 所以這個五韻換生啊 是一個四大假河 是這個四大假河 因為那個什麼 因為貪愛而起 所以 貪愛本來就是虛用分別啊 所以他原本 原本他就是 那個什麼 如來賬啊 原本是清淨的如來賬 所以這個五韻換生 他是四大假河 四大假河 也是一種 那個怎麼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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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用分別啊 所以這個生 我們這個色生 就是 他的 原本 你可以講說這個生 雖然我們會講話 會有一些思維動作啊 其實他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點 那麼這個點 就是虛用分別的顯現 所以他這個東西也是生妹的 是空 所以你在想到這個生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說 這個生 就是 就是 只有如來賬 也是如來賬的影現 所以是空的 那這個是 那個什麼 是一個 妄想所成 那這個生類啊 因為你這個生 你的生 怎麼講 他所謂所造的影就是 殺藝 道藝 跟營烈 殺到影 這個 這個生 醋 這是由這個生所造的這個醋 所以這個醋啊 這個醋也是虛用分別嗎 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用 那個什麼 虛用不死的東西 所以你這由生所造的這些 這些醋啊 這些醋啊 怎麼樣 他的體性是空 他的體性是空 你這樣失手 可是你不可以 我上次有提醒 就是說 你不可以想說 因為這個殺 或者是盜 或者是癮 因為這是空 所以我就為所欲為 不行 這樣 反正這是空 我怎麼樣幹都可以 不行 但是 知道這個道理就是說 會造成這個殺 會造成這個道 會造成癮 都是因為這個生醋 所造成的 他的原本 也是 也是空啊 這個是空 這個也是空啊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空啊 所以 患上加患 因為這個 這個生就是患了嘛 你這個患 再造成這些患 就是患上加患 患上加患 所以他的體性就是空 所以 你要去檢討這個 這個十類啊 這個十個二A 就這樣子修 再過來就是口啊 口跟什麼 我們說口A 口A你要怎麼去想看到它呢 這個口啊 這個就是 因為這個口 我們可以延縮啊 我們可以延縮嘛 啊透過這個延縮 你因為你就是會這個延縮 所以你會造出很多延縮的A 會造出很多延縮的A 那這個 這個延縮是因為什麼 因為你的 舌頭 因為你這個二 因為你的咽喉 才會造成這個 這個語 會造成這個延縮啊 所以這個口啊 這個延縮也是需要分別的啊 因為有這個延縮 因為有這個延縮 所以會造成這個延縮的A 這延縮的A 有四種嘛 就是 就是 忘語啊 齊語啊 然後 然後 兩舌 兩舌 這塊就是二口 就是說 會從你的那個 從你的延縮 會造成這些A 會造成這些A 會造成這些惡A 那當然啊 這些惡A啊 也是 都是生命象嘛 它原本都是空嘛 所以 這個 這個口是空 這個呢 這個 這個 語A 所造的 它所造的那個A 這個也是 體性也是空 齁 所以 所以 這樣的話 你看我都回歸到 回歸到這邊 那個什麼 回歸到你的 回歸到你的真如本性啊 再過來就是義啊 生口義 齁 再過來義業 這個義啊 我們說這個義齁 這就是我們的義根啊 這個義根啊 是怎麼來的 也是虛問不實啊 就是因為 因為你那個 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講 一念獨無名 一念獨無名 那個 那個 豬 那個什麼 每一個世的那個三項 齁 真相啊 你這個義相一開始流線啊 那個 那個 其他的就開始出來了 齁 你前七世啊 通通產生出來 齁 前五世 六世七世都通通出來 齁 只要你義相一開始流線 這個就出來 所以呢 你你諸根所了的境齁 諸根所了的境啊 那些成相啊 那些成相啊 就是送到義根這邊過來 送到義根啊 再加上啊 你這個八十田裡面的一些 種子 息息種子 齁 他息息種子啊 就是會激發 你目前當下所了的那個境啊 齁 那個所了的什麼境呢 法塵 齁 那個法塵是來自於前五根 所了的境 送進來的 所以你這個 這個時候就產生的義啊 齁 產生的這個義業啊 這個就是 這個義業就是坦塵痴啊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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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痰痴痴 痴痴痴 這樣 這 生病的病 哦 這個藝根啊 藝根不能有虛幻不死的東西 然後由你的藝根 就是那個什麼前五層 前五層 送到藝根過來變成藝根的一個所施 所了的那個什麼 所施良的那個什麼 那個法層啊 這變成他的藝業啊 這就是彈身吃 所以你知道這樣 這個是一個虛幻不死的 這個藝根當然就是虛幻不死的 所以你這個好 每天你每天就這樣去思索它 譬如你那個什麼 你找課有做早課啊 早課晚啊 你就這樣去把它掃一遍 晚課你就掃一遍 你對這個啊 你對這個十三十二啊 對這個十三十二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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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法啊 就會一天一天的增長 一天一天的慢慢啊 你就會就會喔 有一段時間之後你 你如果這樣做啊 一段時間之後你一開始 比如你那個什麼 你比如你禪定的時候啊 禪定之前啊 你先做一次 當下就會進入到那個空境 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就這樣做 然後除了這六個以外啊 還再加上這個佛法身啊 這個佛法身應該知道啦 就是說我們要用一個清淨心 用這個清淨心來發起什麼 發起像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什麼 發起像那個政法 發起成就那個什麼 無上正等正絕 用清淨的那種心來成就無上正等正絕的這個政法 那個時候你就可以見到佛 就是用這樣的思維 這個就是佛就是絕嘛 法就是那個政法嘛 啊這個什麼 生就是靜 好 那這個這個監顧到了以後啊 最後就是這個戒啊 戒就是我們中午講的啊 就是我們就修那個三聚靜戒 修三聚靜戒 那個第一個就是那個什麼 第一個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綠儀戒 這個是四位儀啊 行住坐臥 這是這個就是那個什麼四位儀 那這個這個我們就一個一個去 對自己思維 那個思索啦 每天啊你有空就去思索說 欸我我這個行啊 這個行喔 你就說我們這是走那個正法行 正法行 那走的菩薩行 啊這個這個什麼 這個住啊 住你要住在哪裡呢 你是要住在那個真如本心 住在真如本心 好這個一般講說啊那個那個什麼 行如風啊 坐什麼 坐如松啊 對喔 啊臥如什麼 臥都不知道怎麼說啊 這住也不知道怎麼說啊 但是就是說 這行住坐臥就是等於就是我們從市場生活裡面啊 行住坐臥 這個就是我們去隨時要檢討啦 這個就是凡夫啦 可是我們現在啊 你 我 我們現在是修 我們現在是修產的嘛 所以這些通通你要回歸到真如本心 回歸到真如本心 好 這個行就是要真如行啊 這個住 你要住在真如本心 住在真如本心 這個坐呢 坐啊 你就要 就一樣啊 你要透過你的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 禪坐啊 這個坐 因為你禪坐就要 要 克你什麼 要治你的散亂啊 治你散亂的心 你一旦這個心散亂的話 你坐就坐不住啦 所以你坐要一樣啊 要 要那個什麼 政法禪坐啊 政法禪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 政法禪修 回歸到這個真如本心啊 再過了這個這個窩啦 窩啊 你說那個窩佛 為什麼會有窩佛啊 那個 那個釋迦摩尼佛 這個要滅毒的死啊 他就因為他 那個什麼 典故很多啦 有的說什麼中毒啊 被下毒 然後他知道 這個因果大概逃不了 就是 就是 他也不想那個 不想 不想再 再 反正就是想要去內牌了啦 不想再去化子 就躺下來 沒有 躺下來就握 其实那个顶部很多 你可以去看很多 他在要魅度的那一个当下 魅度的那个当下 他所视线出来的 这是一种表演 表法 这种表法 就算你学佛 学佛不是说你一定要站着 或者是怎么样 这是一种表法 这所谓的四个威仪 是一种表法 对佛法的那种表演 你在任何一个空间 任何一个时间 都是佛法 都是佛法 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那个什么 绿仪界 我们第一个讲说说 第一个就是绿仪界 就是行住说 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 要持善法戒 我们就是 那个以善法来修持 不修持 那个不善法 第三个就是 饶意有情界 饶意有情 所有的那个什么 有情众生 我都要怎么样 我都要 都要怎么样 就是要利益他 都要方便他 都要去 我们讲说 摄持他 最后这个戒 我们就是要 以这三个为主 以一个是 三聚境界 三聚境界 三聚 所以看到三聚境界 就是这三个 一个是律仪界 一个是 慈善法界 另外一个是 饶意有情界 所以这个就是 那个什么 清淨型 你每天 都是有空 就这样去厮所 一个一个去 去厮所 所有的 你都回归到 那个真乳本性 这个就是 清淨型 清淨型 第二点 就是犯行不可得 三世诸法皆空 无起无早 这个无起无早 所行 有什么意思啊 无起无早 就是这个 这边呢 这边是能 外面这个是所 所缘 无起无早 无早就是这个所 无起啊 就是你这个能啊 能不要给它起作用 那就是无起无早 所作无悟啊 所作无悟就没有这个 没有能也没有所 所以你就是 住在那个什么 如如不动 接过来就方便自在 诸法无相啊 一切法平等 这个这个是 我们这个 没有啊 能跟所没有了嘛 所行无 这个这个没有了嘛 啊 接下来就是平等啊 平等就是这个相 这个这个法相啊 法相啊 就是怎么讲 内外平等 那个就是 就是讲到性 相 所以一个是 在这个清淨 这种幻醒的 修正幻醒的结果啊 你这个法相清淨 法相啊 就平等 这个就是 那个什么 佛法 这个就是那个 清淨幻醒 所以我们 从这样开始啊 就是改成 改成这样来修 这个啊 你时时刻刻都用这样 这样来修啦 这个就从那个出发心 到入圣位之前 以一切众生 所必须修持的 一个清淨的幻醒 这个幻醒 这个犯啊 是在哪一个阶段啊 这犯啊 就是在那个 那个什么 设计天啊 还记得吗 这个把它 这可以怎么擦掉 这个三级啊 我们自然要知道啊 一切天 四切天 然后五四切 然后再过来就是 声闻啊 哦 圆觉 哦 然后菩萨 你对那个 欲借天的众生啊 对欲借天的众生 要做什么 要怎么样去 去给他 叫化他 你要教他 我们刚才前面讲 那个犯行 教他 就是 那个 离那个什么 离一二啊 离不善法 教欲借天的众生 你就要教 要跟他讲这个 离不善法 远离不善法 就是修那个清净行 对设计天的众生啊 你要跟他讲这个 讲这个什么 我们讲说寂静 不是讲寂静 讲这个犯行 讲清净 世界天就是到市场 到市场的时候 就是 那个什么 市场的经济啊 就是 清净 所以对着 世界天的众生 就是在犯行清净 那无世界的众生啊 这个时候你要犯行清净 这个时候要知道 我们讲说 我们一直在讲说 你到市场店的时候 你以为你正果了 到市场店的时候 你以为你正果了 其实 还没正果 那时候 只是这个犯行清净而已啊 犯行清净 那个时候是 会是什么情况 你那个智慧 那时候的智慧啊 就是慢慢在显现 你那个市场天的时候 那个智慧就慢慢在显现 什么智慧呢 就是 那个 我们讲说 真如本心的那个智慧 你初出尝到那个 那个什么 初出尝到那种 正法的那个法位啊 那个智慧 那个时候 这是设计天啊 设计天 所以在设计天 讲的就是这个犯行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智慧啊 就是开始 冒出有那个智慧出来 那你就是 怎么讲 你要叫他用智慧 凡事啊 凡事用智慧来观察 用智慧来观察 用什么智慧观察 比如说我们刚才 讲说那个犯行 怎么犯行 那个就是用智慧观察 你回归到真如 真如本心啊 那个就是用智慧来观察 知道吗 所以社界的众生 你要跟他讲说 凡事啊 用智慧 就要懂得什么 叫做真如本性啊 那无社界啊 无社界是 无社界哦 那时候就是 我们可以讲说是庙嘛 庙观啊 可以这么说啦 因为他那个 大家知道 无社界的那个念头 就是是有非有 是有非有 他非常的维系 所以那时候的智慧 比在社界天的智慧 还要更维系一点 更维系的一个智慧 所以这个更维系 就是说你这个念头啊 在那个世常天 那时候虽然是清静 可是那时候念头还是蛮粗略的 你到无社界的时候啊 我们就四空天啊 飞翔飞飞啊 还有空无边啊 四五无边啊 无所有触天啊 这些啊 你那时候已经快超越时空了 那时候的那个 那个夜相在流线 非常的细微 所以在那种状态之下 就会有妙观的现象出来 那时候就很维系的智慧 要针对这个无社界的重生 就是要维系的智慧来教导他们 那圣文圣啊 跟圆绝啊 这个 就在讲这个疾境 我们讲说 你这个能跟所没有了啊 能跟所没有了啊 那时候就进入到这个疾境 进入到疾境 那圆绝一圣这个地方 当然也是挤进来 可是啦 可是这个时候 他对这个法相啊 对法相的那种 那种 对法相的那种 那种 认识 就 开始 对这个法相 起了什么 起了那种 我们讲说 诶 信跟解啊 想说对这个法相到底 存在 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他就会想办法想要去 把它解开 这个相 我们讲这个四相啊 想办法去解开 所以圆绝啊 就是 这是一个齁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因为 因为他要想去解开这个 那个 那个 像的问题 法相的问题啊 所以他怎么样 因为这种法相就是很细微啦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就会去 会去怎么样 会去想说 到底这个像是怎么来的 然后 他就 他就对这个 就开始认识了嘛 所以他 他是不是这样 他就开始 我们讲说 圆绝在悟什么 悟那个无名啊 这悟那个无名 就是因为 他要找出那个法相 那个四相啊 所以他 才会去 转道说 咦 怎么去了解这个无名 所以一样是 一样在这个地方 这两圣 两圣一样是在修这个提进行 那菩萨呢 到菩萨这个地方 就是 因为这个什么 内外平等啊 开始啊 这个时候就开始 修那个广大法啊 我们假如说广大 广大 一旦这个内外平等 那个不生不昧之后啊 不生不昧之后啊 你就开始再 继续的那个 那个什么 精进啊 继续精进 然后你就会怎么样 会慢慢慢慢的啊 一入多多入一啊 啊 怎么样 有跟如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广大法 之所以广大法就是在讲 就是从这个法性啊 跟法相啊 更深入去 更深入去 去 怎么讲 去精进 更深入的精进 因为 他对这个 这个法性啊 他怎么呢 因为 这时候的菩萨的智慧啊 他慢慢的 慢慢的广大 慢慢的 智慧慢慢的 慢慢的 广大 啊这个 这个相啊 对这个相 更细微 有关相的部分呢 我们讲说 菩萨的方便 有没有 我们讲这个 这个菩萨的方便 菩萨的方便 就是我们讲说 游戏三昧啊 那个 之所以会有游戏三昧 就是 对这个 那个相 对那个法相啊 对法相的那种分析啊 分别啊 他会更清楚 这时候分别不是需要分别哦 分别诸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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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 那时候就是分辨啦 方便啦 所以那时候就是可以怎么样 游戏 游戏 那个什么 游戏三昧啊 游戏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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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起分别的时候呢 就会怎样 那个 就我们下个要读的就是 那个益生生 就出来了 今天我们那个益生生他要读了 那个益生生就出来 就是游戏方便啦 那个就是法相 所以呢 他你说到 那个 你在圆角的这个地方 你就要 开始怎么样 发起那个心念说 我要 游戏怎么样 游戏 诸方国土啊 游戏诸方国土 那这个就是 跟这个相有关系啦 跟这个相有关系啊 所以菩萨的话就是 我们简单讲就是 修广大法 要怎么样才可以成就那个广大法 那就是 你要 要那个什么 你那个实力啊 四舌啊 还有那个什么 世色法、世無愛、世無畏這些東西 你都一個一個要去了達 所以要知道每一個境界 要是不是 應該講說 比如三界 每一個層次的眾生 他的境界到底是什麼 要把它弄清楚 針對這個一個一個去修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針對這個犯情 清淨的犯情要從將來來修 可以省下很多功夫 你的便去什麼吃財 便去什麼所謂 所以你時時刻刻都回歸到正如本性 好 這個就是清清萬行